今天微屈的战刃分数限是5523分 这个耗得分数是4463分 距离无敌战神差不多还差1000多分 感觉还需要再打一个多星期才可以打上无敌战神 这九戏先上到王牌三星再说 还差37分就可以上到三星了 分段虽然低 但是加分多 更何况也没掉分压力 所以说不用着急 慢慢打 耗主也不催 双杀到手 左侧墙后有个人 丢壳手里也不知道炸到没有 慢慢打不着急一点点试探 敌人的位置挺尴尬的 在空地上想打也不能打 不想打也得打 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玩这个游戏还是很吃地形的 而且还特别吃轻银便胃 你看这高手杀人 你都看不见他 他就把我们给弄了 这波击杀没啥难度 躲墙壁后看见他跑过来 出去开枪把他打死就好 王牌二星段位算高还是算低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段位其实还是慢高的 这个号现在是公公在晚 现在公公都已经杀到六个人头了 看小弟图中心车站还有一门敌人 但是他躲着不出来也找不到 所以说就不找他了 开着小伙子离开中心车站去其他地方寻找人杀 最近好奇怪 也不知道是我做的视频不好看了 还是说公公打的视频不精彩了 每期视频流量都好低 都没有人看了 去年的视频点的量差不多是今年的二十几倍 真的差距好大好大 再这样下去 我估计我都要停更了 我看到好多同行他们都停更了 都不更新了 他们说没钱赚 赚得少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坚持坚持 再坚持坚持 把他们熬死了 粉丝就没得看了 只能看我的了 嘿嘿嘿嘿 我是不是太坏了 现在的王牌二星其实没有什么好运营的 只要你技术够硬 就可以一直找人杀 第二岛分也不要害怕 只要一局能加回来就可以 这个人还是蛮难杀的 他一直在躲雷 漂亮 消耗了三颗手雷 可算是把他扎死了 哥哥哥 我错了 能给个机会吗 哥 行不行 给不给 给不给机会 要不算了吧 还是不给了吧 给的话怕被判定为非法组队 我只有 说句实话 这个人求生欲还挺强的 是个上战神的量 又来人了 这个野区又来人了 牛啊 这都炸死了 我说怎么这里这么多人呢 原来这里落了个空头 又来了一个 左侧还有一个 小高手雷丢的挺准 人在二楼 超小个尖丢个燃烧瓶 他跑出来对了楼梯狗打 石杀到手 还有人 来了 来了 看见他了 在围墙后 漂亮 这片野区是在圈里的 怪不得这么多人 一直都是天命圈 怪不得路过这么多人 他停了 感觉这个人的段位应该是挺高的 看把他着急的 只要能把圈中心站下来 剩下的事情就是打把了 来这片野区之前 场上还有37名蝶 离开的时候 就是下七名蝶 看着刚才带公公来这片野区的那辆黑色鸡脯 选的点位还是不错的 就是要给机会的那个 现在场上还有最后的五名蝶 兄弟们大胆的猜一下 这把公公能吃到鸡吗 又死了一个 就剩下四个蝶了 又死了一个 就剩下三名顶了 停枪声人是在破顶的 这个圈肯定是要站破顶 在低处的话太被动了 开车找一下点位 看哪个地方比较好 决赛圈一定要小心谨慎一点 就剩下三名顶 可不能出意外 哎 破顶一个是剪下再打 差一点差一点 快上车上去 完了 吃不到鸡了 是不是大家都以为公公这把能吃到鸡的 毕竟都已经杀了16个了 这样是吃不到鸡是不是太可惜了 可惜啊 出意外了 被人给偷了 但是更意外的还在后面 堵打了一个 然后这个人他上不来 他上不来 把公公打到这个人都急死了 他就是上不来 肉都到嘴边了 他吃不到啊 主厨的鸭子飞了 我感觉他要难受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能在被窝里想 为什么我上不来呀 杀了17个加了39分 成功渡截到超级王牌三颗星 就让你年轻多了 unfair 就让你在宝� uz地